好 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一关 大浪淘沙 小天才大浪淘沙 闯关规则 国学花式游戏底拼 决出前十名少年 闯关成功的少年 每人可获得一枚国学工艺勋章 少年国学牌 国学国起来 加油 看到你们如此有活力 我就知道你们一定是有备而来的 咱们今天的第一关叫做万里挑一 其实也很适合你们 因为我们在场的每一位少年 你们都是通过层层的选拔 才来到了我们演播厅现场 也是万里挑一 我们把掌声送给优秀的自己 好不好 欢迎你们 接下来你们要竖起耳朵 听好我们第一关万里挑一的游戏规则 万里挑一规则 舞台上有四面汉字墙 每面墙有数百个相同汉字 其中隐藏着一个相似字 少年们需要找出每面墙上 唯一不同的汉字 并且向验证官求证 用时最少的前十名少年 闯关成功 比赛开始 第一题是李白的诗 这个游戏太飞眼睛了 就两百多个字中 去寻找一个不一样的 对演力的考察还是非常重要 万里挑一考验你的耐心 和观察能力 有时候你看花眼的时候 你可以换一个角度 不同的角度 也许会看到不同的风景 这一次找的题目有一些难 十分焦灼 总感觉自己可能进不了前十 其实如果你不曾读过 这句诗的话也没有关系 因为在这么多字当中 有一个字 是与其他的语众不同 它没有你想象的那么难 最重要的是你要冷静 现在我看到有同学一马当先 新泽 看手势我觉得他采用的是各个击破的战术 一个一个字的排除 千八个 同学都已经过去了 我就非常着急 然后就想一行一行的指 就是那么说 也许这是一个很稳的方法 首先就是稳 手指的时候 一点必须非常的准确 还不能幸福气躁 现在越来越多的少年 汇集在我们的第二块 答题板面前 第二题 这个诗句出自路由 一个微小的细节 一个偏旁的不同 甚至这两个偏旁 是很接近的 技巧就是不要太紧张放松一点 你看准一块是一块 要看准的时候赶紧找老师 好 我看到四胞胎好像已经有两位 来到了第三题 第三题 这一句诗是出自李白 我们的比赛每一关难度都是有升级的 真正的万里挑一 所以越到后面 越是考验各位的专注能力 很难 我就比较喜欢挑战自己 这一刻也许时间 已经不是你最大的敌人了 而是你的耐心 耐心我们是有的 妈妈告诉我们 凡是遇事不能急走 因为对手们都很强 我看到勇猛刚强 四兄弟当中 也有一位来到了最后一块踢板 第四块的踢板 也是我们最有难度的一题 这句诗出自屈原的李骚 加油 好 恭喜文涵 第一组少年当中 他的用时最短 一个下定决心 不能蹭脱拉拉 否则就会排名靠后 因为有前十个人 0.0几秒的差距 也会十是毫里 差至千里 把暂时落后这件事呢 先放出脑后 最重要的是调整你的心态 各位要加油 恭喜 脚成来 这些我根本就没想到 我觉得能取得如此高的名次 因为我觉得这次 主要是有幸运成为餐子里面 超出一些太多太多了 哎呦 是天猛啊 你可是这一组当中的第一位男生啊 老二这次表现不错 是我们四个当中速度最快的 我希望能够进前十 我们四个一个人进就感觉我们四个都进了呀 加油 好的 李星泽是第四位 天呐 天呐 这是 啊 不是 我是那个 啊 这什么意思 就是我没听懂吗 直接写了字 而不是写句后 比如说地母这些的 没有意识到自己错误吗 什么 原宝你还好吗 什么意思 加油啊 小原宝 你一定要准确地写出他的坐标 哦 坐标 坐标 横列是数字 数列呢 是字母 小原宝终于松了一口气 倒计时 五五四三二一时间到 马上有请第二组少女 哇不得了啊这位少年 风驰电侧一般 又正确啊 哇 哎呀 博恒很棒啊 你看他瘦瘦小小的啊 他应该不是第一次闯关成功了 对对对对对 前几场表现就很突出 博恒看好他 你简直跟闪电侠一样 一道闪电 我真的没有想到 你可以用甚至没有到一分钟的时间 已经来到了最后一题了 如果以这样的速度的话 你绝对可以拿到第一名 就是你要把他一分为二 再一分为二 然后找到他那个大概的位置 然后扫眼就出来了 我听到了脚步声 恭喜苏伯恒 第一位来到我们终点的少年 从我个人角度来说不是很难 但是究竟的人却舍不得了 苏伯恒他真的非常的厉害 他能迅速地找到那个答案 并且很准地寻找到他所对应的位置 好 赶紧去 这个成绩还算是比较满意的 但是我希望我还是能得到第一 我想说这一组同学 速度非常非常的快 成绩都非常的接近 有一种胶着的状态 我就是用笔指着这个字 这样我就会不从不漏地找 这样会继承过多时间 来 按按钮啊 别忘记 好 雨萱和奇遇两个人几乎同时的时间来到了终点 在第一关我们还有一位少年 他叫刘佳妍 刚开始觉得第一关应该不是太难 很顺利应该就能到第二关了 然后大家慢慢都去第二关了 只有我还留着第一关 然后呢 心就急了 佳妍没有关系 其实每一题都有它的难度 你要放松你的心情 稳一点再稳一点 我相信你一定能够成功 正确 好 不要口给自己微笑 相信自己那个字一定在那里 如果我没有晋级的话 就是因为我有些地方有待加强 所以我回去会继续努力的 有请第三组少年登场 最开始我是盲然无措 一直没有找到方法 恭喜子俊 是第一位来到最后一块题版的少年 你不要去管诗句 你先去管哪个字最不一样 你就一行一行一行往下找 你就找你让人变换的可能性 最大的那个偏盘 恭喜子俊 来 赶紧 我就特别周急 觉得就特别想告诉他们 我那个方法 他们可加油 他们要是不快点 他们好像谁也进不了那个签诗 谢谢杨老师 你看丁子俊听这口音 我觉得应该是我老乡 东北老乡 好多老乡了 对对对 看好她是吧 对对对 我没老乡是吧 支持老乡 我本来是第一个到最后一个的 然后之后因为那个当务的时间特别多 我找了十多分钟 太紧张了 有很多失误 万里挑一 考验了少年们的观察力 那么最后都有哪些少年成功进行下一关卡 让我们继续关注少年国学派 少年国学派第一关挑战 万里挑一已经全部结束了 第一关对于大家来说 是不是有一些惊心动魄 甚至超乎你的想象 很有难度 但是也要恭喜我们现场的所有少年 再次把掌声送给你们 你们每一位都非常非常的优秀 那接下来公布这前十位可以进入到第二关的少年 首先开启我们的通关之门 第一名 苏博恒恭喜你 第二位 田子润 第三名 丁子俊 第四名 文海宇 第五名 谢雨轩 第六名 齐玉 第七名 李新阳 第八名 角承来 第九名 杜天蒙 最后一个名字是 李新泽 我们在场的各位少年